5月28日,香港恒基兆业地产有限公司创办人李兆基因年事已高,正式退任集团主席兼总经理 李兆基的长子李嘉杰,次子李嘉诚同日出任集团联席主席兼总经理 91岁高龄的李兆基最后一次以主席身份出席 恒基地产和香港中华煤气有限公司的股东周年大会 李兆基全程不时微笑,并向记者挥手致意 但他并未在记者会上发言,被称为香港巴菲特的李兆基对股市预料准确率极高 李兆基的得力助手,恒基兆业副主席林高岩在场帮忙答问 林高岩表示,李兆基曾经承诺,如果香港恒生指数攀上3万点,个人将捐出10亿港元 2018年李兆基实现承诺,已经捐出多别款项给港大、港中大 慈善方面,李兆基捐资支持世界各地大学发展 以及支持香港的医疗社福等领域 由任董事的,执行董事 所以他是一定会参加外公司的业务 还有重要的事情都是一个比较的指导 可以强调的就是李氏家董,李氏家族,李兆基先生,李兆基基金 李家杰和李嘉诚先生两位都会继续关注 怎么样是令到我们香港的社会更加和谐 对于接班安排,李兆基早年曾经公开表示 李嘉诚主管内地业务,李嘉诚主管香港业务 当被问到父亲有无传授心得时 李嘉诚表示,过去几十年父亲已向两兄弟传授很多锦囊 李嘉诚补充,其中一个锦囊是做生意要以小博大 四两拨千斤 我们两兄弟已经分工多年了 所以其实全公司的家库已经习惯这个运作 没有什么新的要顾处 所以大家不用担心 退任之后呢,拨了些时间的 除了日常的工作呢 其实就可以有那么多的家庭 和多的孙子去管 很高开心 现场派发了一本名为《时光印记》 《大爱传播》的纪念册 介绍了李兆基的生平 李兆基1976年创立恒基地产 所投资的房产项目遍布香港和内地 他于1983年出任香港中华煤气主席 该公司35年来股价升值预200倍 人称四叔的李兆基曾于1996年 被福布斯评为亚洲首富 位列全球第四大富豪 如今他是香港总资产量第二的富豪 仅次于李嘉诚 2007年李兆基或香港特区政府 颁受最高荣誉大资金勋章 表彰其对教育及社会的贡献 李兆基是继李嘉诚退休后 又已以地产发家的香港富豪宣布退休 至此李兆基家族、李嘉诚家族、郭德胜家族 及郑玉彤家族均已完成换代 标志着香港四大家族的创始人时代正式落幕